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新闻动态 为捍卫华人权益维护社区安全 日前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举行大型安防公益讲座 来自社区各界代表百余人听取讲座 盛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出席 美华总后任会长绍文表示 近年来加州居民的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针对华裔的犯罪案件频发 截至5月初 洛杉矶的暴力犯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5% 在一些华人聚居的城市 几乎每天都有入室盗窃案件发生 仅在3月份 亚凯迪亚和天普地区就连续发生超过20起 华裔群体遭遇入室盗窃 商场抢劫 车辆被砸等事件 自2014年以来 随着47号法案的通过 大量轻罪犯人被提前释放 更是导致洛杉矶地区的犯罪率急剧上升 社区安全面临着愈加严重的威胁 美华总举行这次安防公益讲座的目的 就是首先保障好自己的安全 第二个利用保险的方式来让自己的损失减轻到最低 第三就是我们联合起来 用我们华人族裔的力量向主流发出声音 然后让我们争取用我们的力量来推翻47号法案 或者说把47号法案的影响降到最低 讲座特别邀请安防专家TK徐 保险专家张果兴 法律专家张军 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如何维护社区安全的话题 讲座内容包括 如何预防和应对入室抢劫等暴力犯罪 如何通过保险手段最大限度的挽回盗窃和抢劫造成的损失 如何联署签名抵制并降低47号法案带来的负面影响 来宾表示受益匪浅 美国城市卫视晚间新闻洛杉矶采访报道